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您 他說他給他姐姐辦這個移民申請 現在是批下來了 可是他姐姐只想辦自己的移民 把兒子和老公的綠卡申請就放棄了 他說這種情況可不可以 還是說只要姐姐在婚姻的狀況下面 只要辦了自己老公和孩子就自動一塊就來了 就有了綠卡了 您先回答這個問題 沒事 您說完了 他還有別的問問 先說吧 你先吧 好的 他說另外他和他的老公 就是他的老公兒子在他這個申請綠卡的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來美國就是以旅遊簽證的身份 因為這個來新的朋友的姐姐 以前用這個旅遊簽證來美國的時候 已經被拒絕過一次了 OK 如果已經申請了移民簽證 然後再去拿旅遊簽證的可能性是極小極小的 因為你已經有了移民簽證的申請 所以在中國或者說其他國家申請美國簽證的 最常見的拒絕的理由就是移民傾向 所以已經申請了移民簽證 像在兄弟姐妹或者說其他的 已經申請了移民簽證 而你手上沒有現成的旅遊簽證的話 那基本上80%以上會被拒的 問題就是說 那他如果說他們的這個旅遊簽證已經被拒了 而且現在有移民的案件的話 他如果再想以旅遊簽證的身份證明 也就是說他不可能 很小的可能性會給他這個旅遊簽證的 除非你在一開始在申請移民簽證之前 已經有10年簽證的話 那你只要手上有簽證 你在申請移民簽證的過程中 你是可以來美國的 但是申請的這個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剛才的最後一問題 我倒回來回答 那麼在最開始的問題 就是說他是他的姐姐申請他 我的妹妹申請他 那麼他是主要的主要的申請人 那麼他的孩子和先生 如果不想移民的話 因為任何申請在移民機批了以後 還有另外兩步 那麼第二步就是簽證中心 簽證中心到時候給他表格的時候 會問他 你的配合子女要跟你一同移民 那在那個時候 第一步還沒有做的話 在那個時候就可以寫不用 那麼也可以不用填寫他們的這個 這個簽證申請 所以這種情況下他們就等於是放棄了 下一步已經做了 也就是全家人都做了簽證的申請了 然後呢 要到廣州領事館去簽證的時候呢 在那個時候他的先生和兒子也可以先拿到綠卡或者放棄 因為你六個月不來就自動放棄了 那麼或者你就不去拿簽證 你就拿不到沒有簽證你就不可能以這個移民方還沒做 所以呢 總的一句話他們是可以放棄的 好的 可能他是在第二個步驟 在另外一個步驟 可以就是決定再放不放棄 好的 謝謝好奇律師 好奇律師